好了 鄉親愛的新聞一開始來看 中華官文化局 協助到中原病院向文化部 擁出這個所有老建築保存在生價位 經過五百多天的生活工程 三十好再去 中原病院是來基盤到鑽工電力 官長王菲美六甲頂上柯志鴻 處處柯政府醫師的家族 以及地方屬心 都告訴共同來建政 這棟百年老處的保存改變 中華蔡球六甲中原病院 用五百多天的生活工程 完成百年老處的改變 中華醫院圓圓圓流暢 有助入獎 官長貴美以及地方屬心 也都到現場 在康正外醫師的保存之下 媽媽分享真相過後的中原病院 許昌澤大師 他在這個過程中 把1960年1970年的一些攝影 那攝影的非常的一個這個詳盡 那也是提供給我們現在做 這個修復的一個非常多的一個這個資料 那這次特別謝謝文化部來補助了兩千一百多萬 那許家志捷拿出了五百多萬 來做這樣的一個整理 那未來這邊呢 會做我們的這個長明的一個這個館 那會把我們許昌澤大師的很多的照片 在這邊做相關的一個這個展覽 那裡面呢他有一些辦公的空間 還有我們一些要做商業運作的一個空間 那未來就希望讓更多的愛好建築的愛好股保存的 甚至是他們家族或者我們陸港人 或者很多的這個鄉親 資料能夠更加的這個有這個文化 五百年立書的中原便宜 出租庫建委醫師也表示 這個修身不是結束 是另外一個世代開始 希望透過修身後 讓老處風華再恨 今天的竣工年禮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另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因為我們跟文化部承諾的是保存更再生 把這個房子修起來只是保存而已 但是未來房子要怎麼應用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最近跟雄本老路不斷的在溝通 那也這個我們想要簽一個長期的一個合約 也這個合約也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那未來在這個竣工典禮之後 我們將有一段小小的時間的室內裝潢 把這棟房子的點藏空間 展示空間 還有辦公空間 還有營業空間 做一個更好的一個規劃 那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工程完成之後 長原醫院的影像館 將成為渡港一個指標性的一個景點 長原醫院修好完成之後 也要固定基盤登上 發生為實際六甲町立宿的所在 援向老廚的生命和故事 都將發新聞林貴英 六甲采雄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